吉林乌拉 我们那个吉林省 吉林的名字呢 是来自于满羽 吉林乌拉 吉林乌拉 汉语翻译成汉语的意思呢 就是沿着大江的影子 然后呢 全国唯一有一个省和市 同名的 就是在吉林 有个吉林省 吉林市 1954年之前呢 我们的省会是在吉林市 54年以后 又重新迁回到长春市 那长春呢 它四季很分明 夏季比较短 而且比较凉爽 冬天呢 就比较寒冷 零加二十多度 然后南非人呢 特别喜欢到我们这边 来看一下雪 没看过下雪的时候 觉得特别的壮观 那我们长春呢 长春呢 长春这个名字的由来呢 其实它也是来自于满羽 满羽叫做茶阿虫 翻译成汉语就是长春 那关于这个名字的由来呢 就是满族的奇兵 来到长春土这个地方 然后看到满山遍野 开着杜鹃花 杜鹃花呢 它也叫做长春花 所以长春得名 就是想把自己的长春 因为这么冰也还冷嘛 就想留住这样一个 表达一个美好的愿望 这边是长春西藏 然后我们要坐高铁到丹东站 然后就是比较靠近 中国很靠近 就是朝鲜的一个站 这样子 然后大概要三个小时 所以今天上午 其实都是一直在坐车 然后现在头有点晕 而且 东北这边很冷 然后现在是在高铁上面 然后现在非常赶 对然后现在是 快早一点了 然后每三点 有朝鲜到海中站 那到了之后 很多人在北朝鲜休息 明天要正式进入北海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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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户外上非常冷 那 测试上面 幸好台后 就是 嗯 比较暖和一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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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到了吗 到了话 我们就往 从那边 那我们待会去前面拍个团体照哦 嗯 好 好 等到 那 那我们到的这个地方呢 是 中国东北的丹东 然后 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 呃 呃 奇特 很不像中国 对 然后 呃 气温饭的人 然后 然后 这边就是距离 中国距离朝鲜 呃 据说最近的地方 所以刚才从那个 丹东车站出来的时候 其实就有很多 呃 很多旅行社 旅行社在那边发传单了 然后呢 呃 出口出来这边 前面这边就是毛泽东的 铜像 欸不是铜像吧 是他的铁像 然后 呃 当地的导游要带我们去就是 拍个照 这大概是一辈子才会来一次的地方 韩妈妈你还好 要帮你拿吗 不用我这样 用拉的根本就没有重量 哈哈哈哈 所以我为什么要拿一个 这个 我旁边这位是韩妈妈 非常厉害 去过150多个国家 对 看不出来 对 应该是 对 对 应该是 是吧 是吧 就是毛鼠区的像 毛鼠区啊 哦 那搜紫的方向就是北京所在的方向 你说什么 再说一次 你说那个方向是什么 是北京的方向 哦 是北京的方向 哦 因为我们现在在东 东北方嘛 东南 哦 东北 好 然后我们 呃 就快要开车了 然后 刚才 我摄影机 我摄影机没电了 很奇怪 好 刚才有听到那个声音是火车要开的声音 对然后 诶 前面好像去北岸还是没有过来 不知道他们是搭这本车 对 反正待会我们就要走了 好 那 呃 咱会会也都拍一张照片跟影片 然后 接下来就到 这到平壤去了 对 耶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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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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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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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難置信了 現在呢 我們出了平朗湖的站 然後這邊就是平朗市中心了 然後 這邊真的跟剛才一路上看的景象完全不一樣 繁榮 但是很暗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們這邊的光線 其實設施好像不是很好 所以真的是太苦 當時曾祖母是沒有錢 所以就付了最便宜的價錢 當時曾祖母買這個光線的時候 別人嘲笑她 為什麼買這個光線 但是她呢 就買這個光線的時候 心裡下已經流下了血淚了 而且她還在說 總有一天拿這個光線來做故事的時代 一定會來的 所以呢 這個光線呢 就不要吵架 不要吵架 然後我們搭平朗的地鐵 然後這一站叫做 光復站 復興站 然後我們要搭一站到光復站 然後品嘗一下平朗湖 然後地鐵裡面 都會下地下150的深度 彈到樂壇 然後聽說這邊的暖溫 17-18度 其實裡面非常暖 所以其實這裡面還蠻新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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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要做手扶梯下去了 手扶梯很快的 喔 真的很快 哇 他好閃 哇 哇 然後經過了很半小時的時間之後 就到了地下平台 對 可是據說待會兒還會有新的手扶梯 要繼續留下桌 因為100公尺 相當於大概340千樓 然後 實在看到的是 對面原來是 超景當地人 然後我們需要把手機 拿低一點 翻譯他 讓我會覺得很奇怪 而且 завис為甚麼 早上 都可以 可疑 擢 每一個地方 哇,然後在我們眼前啦 那其實我們已經倒了耶 在我們眼前就是超新的地鐵站的電車啦 其實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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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去上電車了 然後上面看到的都是坐在上面的朝鮮人 然後他們只有很詭異的眼神看著我們 因為我們很明顯就是觀光客 然後我現在必須要很小心的就是繼續錄 然後我們要去前面的車廂坐了 然後照我眼前這個壁畫 是金正恩的壁畫 應該是金正恩吧 大概差不多差不多了 然後我們要坐下一個 然後接下來我們這一站來到的是 呃... 可以叫做萬獸台的一個區域 然後我前面這個建築物有點像復工 然後是綠文頂 然後我覺得還蠻漂亮的 但是應該是類似一些 呃...立法師官之類的吧 然後這是一個噴泉公園 呃... 然後... 很奇妙的是剛好 昨天我們去吃飯的時候 有一對新婦夫妻的婚禮 然後這邊有看到 另外一對那個... 呃... 新婦夫妻他們在拍 副下照式的影畫 然後這邊又有一對 所以他們的新婦夫妻還蠻漂亮的 而且很明顯看到就是新娘 因為... 男生都穿的是黑色的 然後一般女生穿的是暗色式的服裝 那我從台灣寄嗎?還是... 對啊 他等很久 我們已經看見得到 他很明顯 他很明顯 接下来我们到的是平壤最严肃的地方 接下来到这边我们其实就不太能讲话 而且它非常严肃,非常专重 前面就是近日程跟近日程的两个人最大的通向 这个大工厂 然后待会会有个现话的意思 然后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这边的新娘籍非常多 刚才影片穿梭的,其实大家应该要看到 它写18号星期三的下午 然后我们刚吃完午餐 然后现在来到的是平壤的凯旋门 那上面写的两个数字是1925和1945 分别代表是平壤前前领袖 以及前领袖的抗战 以及后来抗战胜利的时间 对他们来说 这叫做解放战争 那后来平壤 朝鲜就 对他们来说他们就赢了 所以他们就是留下这个像凯旋门一样的经验的价值 的健康物 然后远处那边 这个是平壤的体育馆 那刚才告诉我说这是整个朝鲜第二大的体育馆 然后 这边有看到一个被白布盖起来的一个壁画 那这个是金日成当时在平壤市中心 就是跟平壤市民 很欢呼促勇的一个景象这样子 其实今日 今天整个在平壤这样逛了一圈之后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 很多很现代化的地方 但是当然 这其中 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趁入 当地的生活太多 那当然这个不意外 因为本来 我们就是观光客 后面开放给我们看的东西 当然会到很多 对 可是 其实可以看到一些小孩子啊 那些等等之类的 然后一些市民他们的 反应跟表情 那 确实今天早上 以前我们 接收到的有关于平壤的讯息 大多都是负面的 也大多都是透过 欧美各国 然后 加以渲染的结果 那不代表是真实的样貌 那 今天其实第一天 在平壤市中心上 直逛的结果 其实会发现说 嗯 其实这边的 环境 并没有想像中的那么差 那 那 那也是有一些很现代化的地方 好像他在的地方是 朝鲜的超市 然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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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 好 好 物價沒有很便宜 我覺得還蠻詭異的 沒有在搞縮 其實他這邊物價沒有 他這邊物價沒有很便宜耶 蛤? 我剛剛看餅乾那邊都幾萬韓幣了 說好像除以250就是台幣 除以250啊 我除以14不是等於人民幣嗎 沒有沒有 他在這裡 這裡是 你看一百塊你不是換一大堆 但是飯店跟在這裡不一樣 這裡是一千多 所以要除多少啊 除以 你這樣算啊 除以250就是台幣 所以這一罐大概台幣八塊 要除以250喔? 除多少等於人民幣你知道嗎 除以5 就大概 120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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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120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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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1200多 哦 欸 找那個咖啡 然後這一區的飲料好像都是中文的飲料 咖啡 咖啡了 咖啡 這可以是中國咖啡 北蘭的家樂福走出來 其實其實北蘭的家樂福其實蠻無聊的 那我們就趕快抽空趕快去旁邊的小攤販走 然後我們就買了雙麒麟 一支雙麒麟大概是一千超險幣 那一掃錢幣大概等於是4塊台幣 現在還蠻花順的 不難吃耶 中間有著大型團隊 像將我們朝鮮老東黨周圍一心團結的朝鮮人民 而且在前面有著一個黨的口號 寫什麼呢 朝鮮人民的一切勝利的組織者和領導者 朝鮮老東黨萬歲 他的正面請各位看一下 中間有著兩邊一個圈子 這兩個圈子就在於一條組織線上 而且這個位置是我們金鐘日將軍慶祝選帝的 而且專門領導這個塔的建設過程 那我們到那邊去看一下 任總結合您好吧 好 這個寺廟呢是在朝鮮的高歷時期 1042年建立的寺廟 這個寺廟呢是在朝鮮的高歷時期 對於規模最大的寺廟 對 在朝鮮歷史上非常出名的一個和尚叫西山大師 對 也在這裡常住過 對 西山大師 原來在這附近有著三十多座寺廟 過去五十年代出韓戰的時候 美國的飛機來到這裡 坐過兩次橫渣 當時達到十四座建築 和一萬兩千多間的遺物都被燒毀了 戰爭以後啊就按照原料 重建起來幾個建築 這是寺廟的第一大門叫朝鮮門 是在高歷木期建立的 這是第二大門叫解脫門 我們要解脫一下 黃金城山所有的通口中都要解脫 這是維樹菩薩 是要就是補仙補償 就是補仙補償 然後可以補償 燒爛 这是第三大门叫天王门 在这里受过东西南北的这个四大天王 这是第三大门的三大门 我们多来看一下六号败山的丹军 1774年画的主要来的丹军 现在没有古色 前面的这些特殊是叫普提树 这里的河沙拿这个果子来做一个佛珠带在身上的菩提树 原来是在这里有很大很大的菩提树 这是多宝堂 这个多宝堂是1044年建立的堂 这是多宝堂 1044年 那个9的意思是 9层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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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是叫万岁龙 万岁龙 万岁龙 不要了活100岁就好了 这真是岁 活100岁龙 活100岁龙 这个不是原来的建筑,原来的建筑是被烧毁的 这个建筑是停战一个1968年重建的 原来是木头建筑,现在是水泥来盖的 前面的这座塔是叫施加鲁莱塔 施加鲁莱塔 就是在高利木7建立的 这总共是十三层塔 前面的是九层塔,这是十三层塔 每个角度都刮了封铃了 租赛的活动 这是菠山寺的中心建筑 大雄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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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南北之间不能来往 但是这个房间里可以来往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这个雾其实并没有很干净 因为是空气中加一种煤炭的味道 对 然后呃 刚刚有听导师说其实就连他们 他自己也没有看过这么大的雾 就是很少见嘛 对啊 然后今天我们就要离开 在我身后这个西山饭店 然后我们住了四天 其实这几天我们在那个 嗯 饭店啊 晚上啊 都 其实是不会出去的 大概八点 咳咳 我马上就也晚八点就到了 然后就去休息 然后就在楼下喝酒啊 聊天啊 跟导师他们就是聊些事情 这样子 留在地上不要再帶回去 然後再到大陸的時候 就在那個 在那個 然後才 今天都可以看 今天都可以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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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os 今天 還有 再一點 是 我們 不 друга 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